關於這個剃補機制的問題 看來大家應該有爭取目標 第一就是要去正式做一個諮詢 在現在的情況下 還有一些議員是未有表態的 我在這裡呼籲所有選民 就你所接觸到的議員 你都要求去表態 就是將這個剃補機制的修訂 就是拿出來再次諮詢 還有押後的立法 就是押後到選舉議會之後 再從常計議 第二就是剃補機制裏面的方法 就是這個在諮詢來講 大家到時多給一些意見